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史书上虽是这么写 但我却曾听过另一种说法 据说楼兰是毁于一场惊天动地的灾变 汉宫内整天时兴力的汉蜀太长一层记载 曾见七药齐饭黄到天顶 日月逆沉溢而巨蟹 可是 这和楼兰城又有什么关系啊 当时与父介子同赴楼兰的汉将王辉 在回朝后对千都污泥之事含糊其词 只说楼兰在天灾中悔破严重 不得不另见都城云云 但他后来曾对有人提起 其实幽黄焚云 沙涛朝卷 紫殿翻毫 穷雾战力 随即七药齐聚于顶 日月交时天时乱续 如见末世之相 他亲眼见到七药具体 可见这异象陷于楼兰城处 毁破楼兰的惊人天灾 与此异象自是脱不了干系 西夏王李元昊雄才大律 这几年来开疆辟土 对天下咸有野心 若他想要获取这力量 因而特别请赫兰铁海来调查此事 那也并不奇怪 那封姐姐你呢 你可不像是想逐鹿天下之人 你又是为了什么想要找到楼兰 我是为了寻找一个人 一个很重要的人 仪弟 谢谢你陪我这一路 糟了 咱们只顾着自己说话 可把冰黎姑娘给冷落在一旁了 冰黎姑娘 真是对不起 不用道歉 你以前也不常对我说话的 我们经常静静地并肩坐着 什么也没说 但是你总能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不是吗 呃 是 是这样吗 可惜我都不记得了 你们二人想必定有渊源 千许上辈子就认识也不定呢 何况我看来 你们二人分明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碧人 既然咱们此后还会继续结伴同行 有些好事我可不能瞒着你不说 先回房去 我来与你们分说 当初师父将众多法宝分交众图保管时 我或传的是这个紫金王鼎 别看着神鼎小巧玲珑 他能列画天下诸物 合二为一 聚随画像 极是神业 今后若我们得到什么奇物异时 不妨用这神鼎列画看看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弟 这神鼎就先交给你带着了 多谢风姐姐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 从紫金王鼎内衣散出去 不好 定是这紫金王鼎内 未能完全裂化的妖魔逃逸了 是彼此 我们得速追去将其消灭 否则 这周遭的百姓 怕是得遭受其害 糟了 没想到逃出的竟是狂魔 这地界的魔物可不好对付 可得小心才好 这魔物极善术法之道 与其比拼术法 我们可不占优势 不过折虫之辈 也敢在此兴风作浪 此处精怪较多 还是巧盛为妙 还是巧盛为妙 齐名云一 本公主出马 手到擎来 一定 我们且分散队形 以免狂魔对我们进行集中攻击 赴汤蹈火 掌控之内 天机难测 天机难测 有力 。 你耳心 上岗 攻击难测 来 绝个胜负 天机难测 谁敢放肆 蜘蛛 好 掌控之内 来 举个胜负 神观天变 谁敢放肆 不 哎 总算是向此魔物相扶了 多亏风姐姐见多识广 只想战胜此狂魔的技法 我们才能得胜 咦 风姐姐 真的是你 有救了 有救了 樊炉 紫蘊 你们神鹊弓四壁怎么会在这里 你们公主呢 公主大人她 她被劫走了 什么 摘尼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传言为 千年前被幽黄吞没的楼兰 将重现于世 武派以慕容争为盟主 和我们神雀公 便都来了西域 谁知道 在梁州城外 驿站休息的时候 公主被尾随的 一伙贼人掳了去 等我们发掘的时候 已经追不及了 对方挑你们 在驿站时下手 显然是有意而为 咱们现在便去分头调查 若有消息 便回来此地碰面 封大姐 那便一切拜托了 四臂先行告退 还真是多事之秋呢 一帝 神雀公和我关系颇深 这个忙非帮不可 只好护着脸皮 请你再陪同一程 好吗 封姐姐 不用客气 我若是能帮上忙 自是最好不过 不过 兵离姑娘那边 我自然跟你同去 那真是太好了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开始吧 先在梁州城里 到处查访 如何 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滴 老 hundred 你 以拿着 妈 ify